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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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季线昨天位置15644 昨天收盘15475点 距离季线将近170点 169点 那当然这一个量能 来看看外资当然是始作俑者 对不对 连巴菲特都这么讲了 你认为外资怎么会听不懂 对不对 好来 连续四天卖超 但是我认为这还不是关键 关键是借券他们一直增加 来各位 外资借券已经连续十天增加 昨天债大增78,340张 你说这个投信每天买这十几亿 连续买13天 我认为对于大盘的一个帮助 微乎其微 因为投信真正大钱也没有了 各位对不对 所以每天都买不到20亿以上 也很可怜 那关键就是整个五月份 才用掉十个交易日 一直算到昨天5月15 你看借券竟然增加了 56万6033张 平均每天增加5万6千张 那所以要怎么逆转这个盘 各位当然要 关股要护盘嘛 不然你国安基因离开 不就是人家讲说关股要护盘 昨天关股知道了嘛 对不对 八大行库昨天增加了将近38亿的买超嘛 37.95 你这时候不负难道等520之后过去吗 过去应该就没有 论功行赏的机会了 对不对 搞不好很多啊 的一个董事长啊 搞不好也很多都会被替换掉 所以要赶快护盘 好不好 争取去嘉奖啊 跟小公大公的机会 蔡老师讲的你应该听得懂嘛 对不对 来 那今天早上啊 刚好来了 这个美国股市反弹 而且美国股市反弹啊 科技股创新高 背半站上季线之上 各位背半是比较弱的 我一直跟各位说过 这个盘式 其实以产业来说的话 科技股市在走洋的 这是季线 我们大盘昨天还跌破季线 对不对 今天早上的一个科技类股市创 近期新高 然后呢 背半啊 是比较弱的哦 背半早上啊 是刚刚啊 突破这个季线反压 所以整体的一个什么 机会点在这里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什么 一个盘式最高 我刚已经讲了 涨了248点 有没有 尾盘涨198点 所以啊 收链了50点 那不管如何已经收盘了嘛 对不对 也就是站上季线之上啊 尾盘是站上季线之上 但是问题在于说 真的没亮 所以我刚刚就告诉你嘛 其实 就可以讲说是为了啊 期货结算啊 来事先做一个反弹的 这样你应该听得懂啊 好不好 来2330的一个台积电 今天最高冲到508 尾盘呢 收在505 我说过啊 什么东西通通不用管 站上504再说 各位 尾盘收505 代表504有站上嘛 所以明天还有一次反弹的机会 但是特别留意哦 之前来到510的时候 季线反压是在518 明天呢 可能季线啊 压到514跟513哦 所以说 今天收盘收505 明天大概涨个七八块 就会面对到季线的一个反压 如果热钱效应没有进来 外资没有大买 你认为台积电会站上季线之上吗 好好地去留意 今天大家看到巴菲特啊 在第二季的时候啊 第一季的时候把台积电的持股清掉了 大家有一点义愤填膺 对不对 都在骂巴菲特 财经电视台的一个组织人 都在骂巴菲特卖错了 看到台积电又长又很高兴 那巴菲特真卖错了吗 巴菲特不是说台积电是好公司吗 他不喜欢台积电就地缘政治 那还不是美国人搞出来的吗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不是美国人说的吗 要炸掉台积电不是美国人说的吗 各位巴菲特哪有错啊 巴菲特去加码日股日股 东正创30年来新高 日经225指数也是一年半来新高 巴菲特没错啊各位 所以不要那个爱国意识搞错方向了 今天的一个台积电的消息面 有苹果MR的一个处理器 台积电独家代工 我认为这个也不是什么利多 这不是什么利多 他只是印写说单价高昂 没有啦 因为苹果只要沾上酱油 大家就会觉得说 比较贵一点而已 各位这也没什么利多 台积电跟联发科看淡景气 各位对不对 今天5月16号即时啊 如果最差的就是这第二季啊 第二季已经过了一半了 好不好 那到底啊 要把盘压到什么时刻 是压到最后6月30号 7月1号才开始谈呢 还是说现阶段就开始谈 我当然希望每天都涨200点送给你嘛 对不对 这样一个月就涨6000点了 就可以过历史新高了嘛 现在1万5再涨6000点 不是来到2万1 这样是不是大家很高兴 但是有可能吗 梦里应该有可能 现实上请脚踏实地的走 所以不管如何啦 台积电加油 台股加油 蔡老师每天一定会 是当啦啦队队长 希望一切往好的地方发展 来各位 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今天外资根本没有大买 来 联发科今天6G的一个什么 非地面网络啊 全球无缝覆盖 他昨天讲了一个新闻 各位 其实这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什么 一个愿景啊 但是呢 今天的联发科 冲高 近期新高688之后 尾盘收平盘 所以我跟各位说 这个不是外资的钱进来的啦 今天特别啊 单挑台积电去拉伸 是不是假象 期货每天都把假象 都在买空卖空 期货哪一天给你做真的 各位对不对 所以2454的一个联发科 各位啊 今天近期新高 既然没有办法过早上688 就代表这个买盘有一点虚啦 各位懂了没 那买盘真正实在的在哪里 在一些啊 产业真的看得到 而且营收真的能够说服法人的 他们创新高才是有谱嘛 才能够把台湾股市直接啊 再往16000点去克服 或者正式突破嘛 什么股票 我不是每天跟你讲的 3661世新KY吗 这是上礼拜二 5月9号10点33分 那时候世新KY跌 大盘跌 我跟你讲这是世新 1250块 然后呢 隔天宣布第一季季报 历史新高赚了8块多 去年赚接近26块 今年预估要赚三个股本30块 今年营收预估8亿美元 整体营收 明年预估10亿美元 我问你 如果你是法人 你进来你要买股票 你会不会买这个股票 我每天不是都跟你讲这个观念 所以你看看 世新KY上礼拜五 1360近期新高 1385是历史新高 对不对 昨天的一个盘是不好 它依旧来到1360 对不对 但是呢 下档马上又把它拉上来 所以昨天算是 凭近期新高 1360 那你说今天这个买盘一来 来各位你看看 我每天都跟你讲 其实4月份营收真的很糟糕 才16档营收创新高而已 而且这些个股 有的根本没有成交量 只是看公司派什么时候心情好 把它发布一下历史新高 看他要不要自己做一下 自家的一个股票 低买高卖 各位懂了没 那法人股就四星跟信邦 这两档嘛 3023跟3661嘛 蔡老师讲的有没有错 没错吧 去年4月份同期创新高的有73档 你看今年才16档 对不对 那我还是跟你选到了四星KY嘛 今天马上创历史新高1440 各位有没有 营收新高搭配历史新高 是不是相得益彰 是不是名副其实 是不是脚踏实地 是吧 每天讲的吧 不是突然间跑出来的吧 是不是 还有什么 你看这今天盘中创新高之后 记者媒体马上丢出来 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还不是马后炮 很多的报章杂志是这样子嘛 来各位你来看看 5月3号蔡老师跟你讲你要留意 这个17档 股东会的时候顺便要改选董监事 里面有两档我喜欢的 ABF新兴跟南电 各位是不是 5月3号跟你讲 是吧 新兴跟南电 南电 5月4号那一天有利空 所以要怎么化解 因为他在季线之上他一定强 对不对 最低265嘛 尾盘呢 收在272.5 谁帮他的 新兴帮他嘛 3037新兴 5月4号当天 是不是收在近期新高 是不是互相支援嘛 就这两档最好了 然后呢 后面就创新高嘛 南电5月8号来到288 是不是近期新高 是吧 265涨到288 有没有 是吧 然后呢 三个外资都点名 高盛就喜欢南电 花旗两个都喜欢 汇丰喜欢什么 新兴 有没有联手 有吧 是不是外资真的喜欢 对哦 马上公布4月份营收 南电一样月衰退15% 但是呢 跟去年比 年减16% 我认为这台是最棒的 我抓的方式也许跟你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听听 蔡老师讲的没有道理 好不好 结果南电昨天 大盘震荡 是不是一样拉回 280 对不对 收盘收281 记不记得 是吧 昨天5月15 那你说今天 来各位 今天马上再创 波段新高29 2.5 我跟你讲的股票 绝对都是 法人股 而且都是适合投资朋友的一个股票 绝对不会跟你讲说 每一档个股都是标涨停 标涨停 你一定要赶快跟我联络 不然你明天买不到涨停 你懂蔡老师的意思吧 我不做业内股的 各位业内股是害人的 各位你懂吗 不要去当最后一只老鼠 所以千万不要一天到晚 用市价去追股票 也不要用融资 包括当冲隔日冲去做股票 那是在害了你 各位 所以政策一直在鼓励当冲隔日冲 是在害你 那是错误的政策 比贪污更可怕 各位你知道吗 那是在害你赔大钱 所以各位 8046的一个南电 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是不是 64亿的股票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星星5月8号来到162块 市众波段新高 来 4月份营收月减3%不错 对南电还月减15 但是跟去年同期比 是不是减少了24% 比南电差 有没有 但是这两档刻骨 都比紧硕好到爆 各位有没有 所以我就没有挑紧硕 我是不是就跟你讲 就这两档 包括这两档 是有董监改选题材的 有没有 3037的一个星星 昨天也一样拉回 几乎收在最低点 有没有 是不是 然后又怎样吗 各位你看看 今天马上转强 最高还来到162 虽然没有比南电强 但是依旧平 近期新高162 是不是 是吧 152亿的个股 所以我咱们跟各位说 蔡老师这个节目 每天都陪伴着你 一同成长 每天也都在盘中收盘前 包括盘后 持续的尽心尽力 所以投资就像巴菲特一样 就是你认识多少 你就赚多少钱 所以人家巴菲特 每天才会花六个小时 去研究产业 不是一天到晚 只会懂几条线 懂几个指标 什么低于20就买 高于80就卖 幼稚园也知道 各位你懂吗 那人家还六个小时 去读什么产业面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希望你来我这边 读我的产业面 懂不懂 马上让你验证 马上有效 官方账号 屏风大中华 直接按进去 希望大家为明天礼拜三 这个礼拜下个礼拜 整个2023年努力 好不好 蔡老师都提早 帮你做好准备 你没办法准备了 来蔡老师这里 带小超回去 好不好 所以2023年 一定要枪在手 请你跟着蔡老师走准没错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股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 曾伟 更高的操作策略 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 演习包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各位一直跟各位说 在股市里面投资 就像在大海里面 你要找鱼群一样的难 不是一样的简单 大海是一望无际的 就像股票一样有2000多档 你怎么知道明天要拉什么族群 你怎么知道哪个海域 对不对 哪边比较安全 然后鱼又多 鱼货又多 各位是不是 所以蔡老师才会用 丰盛号来代替 来比喻 我带你走 唯一安全的航道 做丰盛概念股 避开所有的利空跟危机 用海入空三军 协同作战 来帮你服务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好的海域 有好的一个渔获点 你就好好地下网 大捞一票 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证明给你看 所以蔡老师的一个节目时间 是早中晚 这都实战派的 绝对不是盘后 说自己多厉害 盘中自己去看 是不是实战派的 是吧 加入好友 官方推荐 这赖生活圈 这个唯一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基准 各位懂 绝对不会有什么个人 蔡老师也没有在玩脸书 你看多少名人 都自己在玩脸书 而且有的人很奇特 就根本没有证券分析师 一天到晚在网路 讲一大堆股票 难怪人家会借题发挥 我讲的有没有错 没错吧 本身就违法了嘛 各位难道不是吗 你来看看 蔡老师这公司的玄关按进去 好不好 有什么问题的 这都法规接受委托 对证券相关投资 事项提供研究分析意见 懂了没 你看看AI 这昨天法售会秦成 各位 这边三个大型专案 下半年量产 这个跟我当初跟你研究的一模一样 今天的一个秦成 往上功高 四月份营收也出来了 各位是不是 新专案陆续量产 是不是 有没有 伺服器机壳 附华银帮 陈明店跟秦成 今天这两个股 我要跟你讲很抱歉的原因 微墙店涨停板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晚上6点57分 记得收看57台自己去看 这是蔡老师今天晚上要讲的股票工业电脑 3022的微墙店 今天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各位 你本来就可以事先拥有 好不好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应该听得懂蔡老师的意思 好不好 类似这种东西 不胜枚局 你看看3207的药胜 这5月2号跟你讲的 77块1 今天的药胜涨停板 85块9 3207 对不对 药胜 来 是不是 蔡老师讲的5月2号 有吧 变压系族群 有没有 是吧 你再来看 溯天 3617 116 今天的溯天涨停板150 是不是溯天 是不是 不断电系统 有没有 产业选股才可以 搭配纪律操盘 那你要懂产业 所以技嘉 你看那时候跟你讲多少钱 101 今天的技嘉多少 146 波段新高 技嘉 是不是 三阳工业 来各位 39块8 今天三阳工业 波段新高62块5 三阳工业 是不是 是吧 包括什么 连阳73块1 今天102.5 波段新高 连阳 各位有没有 是吧 所以还有什么 还有光宝科 各位 今天78块6 当初跟你讲的时刻 67块8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专门跟各位讲 赶快向外学习 快速行动 你才可以得到 节约人生成本 缩短成功时间 所以蔡老师邀请你 为明日的获利 我们提早做准备 好不好 赶快来蔡老师 这边报道 2023年要怎么样 投资台股获利 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 跟着蔡老师走 一通电话 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湾股市的 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传所推介分析的 特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成功参考 投资应告 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且是资互投资风险 顺利操作顺利 我们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